在每個週五 每個週五晚上 尤其今天報題 明明是明明 來歡迎我們上次 來分享 那我要繼續遇到你嗎 不用不用 謝謝 謝謝各位同學大家好 高興看到大家 幫大家這麼早起 很有精神的感覺 謝謝大家來參加 我們這場課是戲劇遊戲前的開發 因為每個字的筆畫都很多 所以不好唸 戲劇遊戲前的開發 顧米思義呢 我們請這一堂課程呢 就是呢 在課堂中 帶大家來玩 戲劇的遊戲 我們現在暑期班跟休期班都有照聲 歡迎大家 媽媽帶小孩啊 親朋好友 有對戲劇遊戲劇的同學 都可以來玩 戲劇在照片之下 大家覺得好像很困難 其實很簡單 戲劇非常簡單 我們就在 就是大家 我們透過遊戲的方式 帶大家瞭解戲劇 認識戲劇 就是 如果你對戲劇 你呢 愛看戲 愛看偶像劇 愛看電視的人 愛看電影的人 都可以來這邊學到一些東西 可以學到一些遊戲的成長 會滿開心的 我們在課堂上 我們就標榜一定要好玩 有笑才會有笑 第一個笑是歡笑的笑 第二個笑是功笑的笑 一定要好玩 大家在課堂上都笑得很開心 今天呢 我們也帶了三位高材生 我們晚上的三位高材生 三個同學 自由生來到我們現場 跟大家一起互動 今天呢 我們要從 要表演的是 一個奇性的戲劇表演 奇性就是 莫名思義 就是沒有彩排過 我們待會的表演 完全沒有彩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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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 我們同樣一段劇情 我們先演兩遍 先演兩遍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三位優秀的同學 第一位是我們的 丹尼爾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丹尼爾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 偶依 偶依 大家好 我們就好夾的QQ的偶依喔 第三位是我們的 不知火 大家好 好 那 待會的表演呢 我會用到兩個演員 要先請我們的丹尼爾跟偶依 來為我們表演 好 那 不是我就可以幫我們去拍照一下 謝謝謝謝 那待會的表演呢 我會演兩遍 同樣一個劇情 我們會演兩遍喔 好 注意 那第一遍我們會先把一個完整的劇情演完 好 第二遍我們會加入跟觀眾互動即興的部分 請大家四目五敗 好 那我先演第一遍劇情 第一遍劇情呢 第一遍劇情呢 我們是要演那個師父跟徒兒的劇情 好 大家知道的是 通常跟師父 掌門人都附在那裡 高山上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 如果徒兒學成練功練完 想要下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來一起來看一下 好 來 來我們請這個丹尼爾跟我們現在 我們來到這邊探場 我們要把一個 為大家進行表演喔 師父 與徒兒的這個 徒兒下山技 第一遍 Action 齊敵師父 徒兒在這裡的學藝 已經有十個村下修容 現在徒兒想要下山去闖蕩江湖 恨請師父恩準啊 要師父同意很容易啊 首先 背出本派的三大法則 喔 那沒問題 師父的這個教誨 他都會出現 這麼神奇 這本派的心法之下 東西就會直接出現 是啊 怎麼出現 師父怎麼太理解 喔 舉例來說 這個 像我們這個外面聽的這台跑車啊 就是師父啊 跟這個門徒尊尊教育之後 門徒聽了師父的話 你就覺得來了 這不就是終生有嗎 你還真清楚啊 蛤 為師在做些什麼事情 你怎麼這麼了解啊 是啊 師父我都很認真的選手 好 可以 那第二個 第二個法則就是 有你有我 有你有我 是啊 因為師父一向都寬虹大肚 只要師父有的東西 都會吃給徒兒 所以我們等派的門徒啊 非常的衝突 師父都受到大家的贏在來 我為什麼要吃給你啊 因為啊 師父為了我們 本派 本派的發展 所以都會把自己有的東西分享給別人 自己有的東西分享給別人 但是我那麼多讀了 我為什麼要分享給別人 因為 師父 你就是一個充滿愛心的人 所以我就學到了你的愛心 好 師父有的愛心 好 第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